这么多的点可以选 那么在他们初期 唯一要做的是防凸 先看这一波时期的转移 直接来到炮罗房 悟空就早早的 在炮罗房做了埋伏 P格南和旧5K那边 第一时间要去支援 而时期的两个队友 还在城里面 这把开局怎么跟低把一样 上来先折两个 这个说实话好伤啊 两局下来的前夕 那后续现在 实际的时候他们肯定也不会 好几枪 小五弟就差一枪下来 这 硬压 哦 AZ的出枪 小五弟弟 但是没子弹了 这一波没补到 拍摄现在急缺就是物资啊 没东西太凶了 一颗手脸太准了 就看小瑶 小角度折射 直接弹到小五片面 再一个火 再合上枪线 两个人是直接施的防徐 那么对于目前要支援的 巨幅的剩下两名队友来说 还是赶紧走吧 没必要 那就上来之后 巨幅两盘 因为第一局是没有拿到分数嘛 这一局的话又折了两个大将 吃到一枪 但是血量一半 利用后面的挡板 当掩体 但是侧翼还是有白龙马的出枪啊 龙死干直接K到这一分 看你好久了中间 三百分之十度无私 哦这个是看到了吗 但是会不会这波反马用低血锁住 大匹学跳 撤 再拉回来 自己已经没有子弹了 原点还有枪线在 就看这波小宇宙的雷热的怎么样了 对了 我这二倍镜刚刚开进啊 就被库巴直接打掉 库巴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而另一个正面 小月无言体干了 拿到一分直接溜 那二拳也刷了 来了一个右边的回切 那牛海贝是在这个仪器 是可以再去找一个更好 就是李仲仙更好的坑费 另外一次我们看到天鹿和 T1打的也是不可开交 沃利贝尔直接是被焦阳给打了下来 然后小彤给补掉 我焦阳现在确实是 整个春季赛的指挥风格是完全是 真的是像 开始进行了一波大迁徙啊 那 以毕萨的以毕萨 抽把的抽把 这个这个没这个真没办法 你这个二头机补的啊 还有一个 听路走的这个路线呢 又是知道这个毒房的 湿野枪线 这个小彤是交代在这里 四个雷 你们是以毕端过来 有点上头了 没有听到两个人 来了 这铃铛正面放到了 Purlora 这个是两大幻神啊 那现在鸭皮怎么办啊 现在鸭皮 那鸭皮那个位置 第一时间支援是支援不了 很有可能会绕到 把那个罗马克兰的一片 但是这边鸭皮 我把结果连接两个人 直接先把红的分数给补掉 这个是原点75的 出销把力量给打下来了 直接开移啊 这个没办法 因为在二号位 对面只落个小头皮 对于鸭皮来说 其实扫下还是有一定难度 自己毕竟是个 这个全身位拉出去 选择直接掉头 冲击阿伟的大仓 阿伟只有一个人 虽然说换了一个 但是这边枪限更多 总共权在原地位置 打倒一个 罗斯科刚把药给打起来 但血量也只有一半了 一颗投注 龙泽直接被炸倒 但是前后夹击 FTY一瞬之间没了 这一波主要是 在载具上面 受到的一个枪限太多了 三支队伍 必须不在回打 这边的一个大仓 MCD那边的话 也是在开一小火 打掉一个同时 自己也被王鹏给击倒 王鹏的出枪 坦克也是被直接斩一马下 这波主要是小虎的 那波防守力度太单薄了 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人有一个全身位拉出来 但是这一波 余人这个丑雷 配合这两分 全部收入囊中 余人在第一把 就拿到四个淘汰 这把又是拿到两个淘汰 确实这波这样的感觉 确实没想到 小虎怎么会 一个人挂在那个位置 在四阶段 这个时候 对方 南部队伍都要进圈了 都是整队整队过来 他一个人 确实 你要么就不出枪 这不出枪 你要么就是 能够全部撒下来拿 但是感觉这波也太坏了 百百损失一个枪位 小北那边也倒了 现在 Pero和MCG 利用这个反坡 因为现在17兽的这个位置 其实对于MCG的屁股 是有一定的干扰的 他去 无限自大 无限自大 这把感觉 SMS的吃鸡概率 会比较高一点 确实这把 就是地形优势 尤其就还得付人这个雷 人缘了 是的 捏的太短了 但是扑点的时候 完鹏是连打两人 完鹏这一把是 非常的准 再过来 三倍星 这一波反而是被 高兴的一把AK给打掉 今天高兴的AK 使用率是比较高的 一把也是用的AK 是连续的展望对方的人 哦 拉过来 好在是有木子里的一个补枪啊 是的 这波是给到 呃 富人们的一波机会 富人们是知道这边打的差不多 要过来选择 清点 整个右下 获利的一定是第三方 他肯定是 没了的那个 是的 而西边现在又 有反坡有树 然后又有这种 空头 可乐而不为 啊 现在就看一切两个队伍了 队伍片没了 其实这波出伤非常关键啊 呃 小鹿是把原点挂边 架枪的球骨可以打了 已经因为 现在只是找到一个设计角度 拉过来 有个测试的机会 看到一个头 这边伏地都是一滴血 小鹿有机会吗 都打残了 全部打掉 那这样的话 只是后面的一个人 位级也已经俗力 上海应该是要往前顶了 对了反坡 是的 所以你一波拉扯完回来之后 可能再会让兴奋 我这波小鹿反应还是比很快啊 是的 来了来了啊 战场看你们打算 自己有没有机会 能够分一杯羹 直接临墙 马路压过去 后面队友已经响枪了 王涂涂的出枪 将小鹿给压倒 自己身上有四颗雷 一颗燃烧瓶 就是没法救了 这波利用这个软型掩体 直接往回撤 要不然投资物 有可能让自己也葬送在 在这个地方 但是 牛海比下山之路直接被锁死了 龙东拳这个位置 丝毫没有任何的一个掩体 小海的出枪 明明直接被击倒 但是枪声一场 也暴露了自己一个位置 周边的出枪 小海直接被打掉 身上一波换 颜色更多的 这波 这波其实 牛海比还是要服人啊 这个时间节点 就看CDG胸不胸了 好难啊 但是来了两次买 好难啊 但是来了两次买边队伍 周边的南南 直接不给CDG任何机会 又是七个淘汰 我的天了 好吓人啊 真的是吓人 对我 周边的南南 直接不给CDG任何机会 老屁股们就是蓝圈 一波T9炸裂啊 不敢抬头 发生一颗雷 将这个T9炸倒 悬子正面反扑 把妈互换 这个时候天霸是 渔风啊 南南一个人在盯 南南一个人在盯天霸 然后SMS直接被赶到了 天霸的左边 一波夹击 一波夹击 天霸直接是遭中了 天霸率先被投台出去 这就只剩下了755了 就在这个烟号 这烟 这烟的时间马上也要 没了呀 瞬间三打一 这玩玩全都不知道 特意来两个瞬间放到两个 牛海币把人扶钱 四打一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请我看能不能一换一 打到一个 位置已经锁定 这样的话 恭喜牛海币在 海道地图当中再下一城 使一个 再次拉开 与头部队伍的差距 哎 这我当时说实话 我脑子是有一点懵的 就是 本来觉得这一波天